老铁们,看好这些臭不要脸的汉奸卖国人 我打开我的西瓜视频 有个人就给我留言了 看他说的啥 看看他说的啥 我给你们念一遍 我就不念了 我那个录屏给你们念一遍 看到老铁们痴信给我这个肯定是汉奸卖国人 看到他怎么说的 他跟我说 你有没有想过 你用博眼球的爱国流量收割的粉丝 都是什么层次 什么收入 你这么卖力也赚不到这些韭菜的钱 看到吗 这是他放的屁 我怎么说的 首先我不需要博眼球 爱国是发自骨子里的 有没有流量无所谓 我每天多发几个爱国的警醒世人 多发几个爱国的视频 让我们更团结 反而是你们这些宠阳媚外的卖国人 或者说 或者是你们就是间谍 跟我说这些没有用 我们什么层次绝对比你们高尚的多 我们的粉丝 我的粉丝都是正能量的 堂堂正正站起来的中国人 我根本就不为了钱 我卖不卖力能咋的 一旦战争 我上战场杀光你们 包括现在没有战争 舆论战 我也要打费你们 他们不是韭菜 他们是我的同胞 是我们的兄弟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赚他们钱 假如我跟他聊下去 他就会找机会策反我 听懂吗 给我一些好处 就包括那个田中安逸 就那个小日本鬼的 将腻的耳朵上 给我抛出橄榄枝 邮轮 全世界最大的邮轮 五天 五夜 邮轮旅游才2000多块钱 有可能真是这么便宜 那去跌都啥呀 全让他们策罚的 汉奸卖国贼 为什么很多高校那些 什么有校长教授 出去跟人家交流 回来就变成什么工资 汉奸卖国贼呢 就这么回事 找机会策反你 听懂吗 但是哥不差钱 就算要赚钱 堂堂正正的 咱们赚爱国正能这样的钱 不能当卖国贼赚钱 听懂吗 就算刀架脖子 我也不可能当卖国贼 有没有钱 这无所谓 我干点啥 我能能挣钱 听明白吗 永远要警惕 帝国主义的糖衣炮弹 军事上 他们肯定干不过我们 更不用说 我们现在如此强大 什么武器都有 很多武器 科技上 军事装备 要比最强大的美国 甚至还有领先 知道吗 只不过是咱们低调 就即使咱们这么低调 一位的人样 他还说什么中国威胁论 简直就是放屁 咱们个家 大家在好好发展经济 他过来要欺负咱们 还不许咱们抵抗 咱们要抵抗 整个什么中国威胁论 简直就是臭不要脸 所以说来英里 他们打不过我们 但是啊 一定要小心 万分的小心 再坚固的堡垒 也有可能 从内部攻破 所以说现在啊 美日啊 帝国主义西方帝国主义的渗透 已经无孔不入了 来看看我的这个评论区啊 只要说中国什么什么好 马上咔出现一帮眼 有可能是无知的水军 为了挣点钱 也有可能是汉奸 间谍卖国的公子 更有可能就是日本 在中国卧底的这些间谍们 听懂吗 在带节奏 带语论啊 就别的都不用说啊 地铁里有一个女人 七月七日那天 明目张胆公开的骂这个 就骂咱们这个祖国啊 就说咱们中国 还可以为日本人点赞 一个小伙子挺身而出 拍下来之后 然后那女的要抢他手机 他把那女的摁那儿了 把手机拿回来 这是很正常一件事 这个小英雄 这个男生就是个英雄 结果派读所抓去处理 还说这女的有精神病 这不颠倒黑白吗 咋的呀 麦国人还有保护伞呢 可见他们的渗透 有多么的严重 听懂吗 所以说啊 我现在有的时候 我都有点理解 为什么当年屈原 报国无门 然后选择投江之计了啊 当然了 我没有那么悲闻 我会坚决战斗到底 也相信我们的国家啊 就是有办法对付他们 但是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听清楚了 我是中国巨龙 不畏惧 也不受痛 听着手 勇往直通 见你不护刀 是光荣 我会坚冲 见风 虽然迷雾寒风 落空却又感动 让家国跨过先锋 乱至宗 虽然迷雾风 我是中国巨龙 不畏惧 也不受痛 紧着手 勇往直通 见你不护刀 见你不护刀 是光荣 就是宗帅 采友 不护刀 你不护刀 说 终于 读 读 读 by bwd6